烟红的鲜血自叶军青口中狂涌而出,钻心刺骨的痛席卷而来,叶军青双手捂着胸口,五脏移位。 皇上! 阴雪没想到,叶军青会替自己接招,争了片刻后,猛地冲到叶军青的身边。 你没事就好,说你出事,真没办法跟莫婉交代。 为了流星,为了庭圆,残不能再没有你了。 焕罗的武功,又岂是叶军青能承受得住的,再加上焕罗又在气头上,这一掌,他也算是尽了全力。 如果皇上有个万一,阴雪又何颜面见主人呢?皇上,您不能有事啊。 阴雪泪水横溢,说着话,便将手贴在叶军青背后,将自己仅存的真气源源不断地输进叶军青的体内。 看着眼前的场景,姚沫婉鼻尖发酸,心头一痛。 刁刁,救活他们两个,不然,你那帅哥没戏。 姚沫婉强自镇定地没有让眼泪流出来,转眸看向患罗时,眼底的光寒得彻骨。 刁刁本想抗议,不过,在看到姚沫婉寒含折凌冽的目光时,十分识相地跟冷冰心将阴雪和叶军青扶上楼梯。 刁栏,我们走。 幻罗默然无视姚沫婉几乎杀人鞭尸的目光,转身欲走。 哼,在巨仙楼撒完野,就这么走了? 姚沫婉踩着力气的步子,一步步走向幻罗,分明没有武功,可姚沫婉身上的寒意却让幻罗不由得一阵哆嗦。 哼,你想怎样? 幻罗一向小觑姚沫婉,即便此时的姚沫婉宛宛如浴火的凤凰,可幻罗却依旧不把她放在眼里,亦无任何戒备。 啪的一声脆响,行至三楼的雕雕和冷冰心,在看到楼下一幕时,面面相去,皆吐了吐舌头。 主子发威,并猫一分钟变成恶虎啊。 谢敏,你敢打本圣女? 愣了许久的幻罗如梦初醒,不可置信地捂着脸,双眼似烹火般怒视姚沫婉。 哼,为什么不敢? 啊? 姚沫婉冷横一声,英唇勾起肆意的弧度,掌心有些发麻,这一掌,她也是用尽全力的。 本圣女杀的你! 被姚沫婉偷袭成功,对幻罗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 此刻,幻罗掌风凌厉,似飓风般朝着姚沫婉呼啸而至。 幻罗,莫在胡闹。 一侧久未坑气的起苍蓝,拖得挡在姚沫婉面前,应声揭霎幻罗一掌。 苍蓝,你没看见吗? 她刚刚打了我,你,你怎么可以还护着她? 眼见着起苍蓝握着自己发力的御掌,幻罗委屈得无以复加,眼泪瞬间涌了下来。 婉儿自然不对,但…… 起苍蓝还没说完,便见姚沫婉一个转身,绕过起苍蓝,到了幻罗面前。 手起掌落,伴着第二声脆响,姚沫婉唇角的弧度越发深了几分,脸上的寒意方才舒缓几分。 啊,借你,苍蓝,你放手! 被姚沫婉甩了两下巴掌的幻罗,突然化身分膜,猛地正开起苍蓝,倾尽体内所有真气,一掌拍向姚沫婉的天灵盖。 掌风凌厉而止,姚沫婉也不躲闪,只摒气站在那里,目光炯炯地看向幻罗,一副誓死如归之态。 其实姚沫婉还是很怕很怕的,这世上谁不怕死呢? 可是姚沫婉知道,自己远不是幻罗的对手,与其像个懦夫一样四处躲闪,有可能一个不留神自己半死,倒不如淡定。 他用自己的命,堵起苍蓝会出手救他。 事实证明,老天爷又一次开了眼,就在幻罗的手预劈到姚沫婉头顶的刹那,起苍蓝的掌风先一步击在幻罗身上。 这种情况,蓝是拦不下了,亲君一发之际,起苍蓝只能对幻罗出手。 背后一股闷力袭来,幻罗一个猎且,手掌偏移,将姚沫婉身后的檀木桌拍成了碎末。 风起,碎末随风青阳,灰飞烟灭。 姚沫婉暗自虚了一口又一口的气,方才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依旧淡定。 幻罗啊,你记着,这两巴掌是本圣女替殷雪和叶军青还你的,算是便宜你了。 从现在开始,除非你亲口向本圣女道歉,否则巨仙楼不再欢迎你。 姚沫婉吃定,起苍蓝舍不得自己现在死,此时不嚣张,还等待何时? 贱咪! 幻罗美眸赤红地瞪向姚沫婉,歇斯底里地狂吼。 幻罗,你冷静。 起苍蓝纵步移至幻罗身边,生怕幻罗再出手。 且说姚沫婉说了自己想说的话,便觉得这里也没自己什么事了,于是转身夺步走上楼梯,心却狂跳不止。 幻罗,你没事吧? 见姚沫婉离开,起苍蓝暗自松了口气,这才侧眸看向幻罗,眼底一丝愧疚。 没事? 我怎么会没事? 你居然对我出手,为了这么个贱民,你居然打我。 起苍蓝,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,这一路过来,我何尝不是守在你身边,义无反顾地替你做任何事? 如今却换来,你这样无情的一场。 幻罗泪水滚滚而落,唇角渗出血迹,悲愤地看向起苍蓝。 只是一瞬的时间,幻罗便似从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,变成了怨妇。 我不想你再犯错,你该知道,她不能死。 看着幻罗眼中的绝望和哀凉,起苍蓝眼底闪过一抹愧疚,她的确出手中了,可当时那种情况,如果不是足够的力度,根本拦不下幻罗。 所以,该死的就是我,对吗? 幻罗捂着胸口,苦笑着撞开起苍蓝,走出巨仙楼。 其实,她真没伤得那么重,鞋只不过是她咬破了自己的香腮。 幻罗要的只是起苍蓝的愧疚和不安。 至于姚莫晚,她一定不会输的。 见幻罗离开,起苍蓝没封微脸,下意识抬眸看向三楼。 心虽不愿,却还是跟着幻罗离开了举仙楼。 窗外月侧清幽,内饰烛火摇曳。 标雕告诉姚莫晚,擦给叶军青和阴雪浮食了丹药,明天一早,他们便能醒过来。 只是伤及肺腑,须静养几日。 此刻,姚莫晚缓步走到叶军青的踏边,看着那张稍显清瘦的容颜,心里无法形容的憋门。 墨色的长发被冷汗镜尸贴在额前,姚莫晚无意识地伸手将叶军青长发剥开,指尖进鬼使神差的没有离开,而是慢慢下滑。 先是因为萧瘦略显突兀的犬骨,之后是高挺的翘鼻,紧接着毛唇下额。 掌柜的? 当冷冰心推门时,赫然看到姚莫晚的指尖正倾捏着叶军青的下额。 此情此景,让冷冰心不由虎去一阵,当即便要关门退出去。 本就瘦得拖了下,如今又被幻罗拍了一掌,只盼着等他能替巨仙楼出力的时候,这巨仙楼还没关门大吉呢。 姚莫晚十分自然地移开青葱玉植,转身夺步回到桌边,冷冰心见词,只得进了房间。 掌柜的,这是今天的账本,还好有魅姬招呼着,生意还是不错的。 冷冰心说着话,将账本递到姚莫晚的手里。 唉,话虽如此,可收入大不如从前了,再加上这两日的事儿,燕壁推广不济如人意啊。 姚莫晚胡乱翻着帐篷,心底却在质疑自己刚刚的情不自禁。 若说俊男,他真是看了不少,可却没有一人如叶君卿这般让他失神到主动调戏的地步。 啊,还有一件事儿,今天那些看到您容貌的客官,离开后直接去了官府。 吕浮尹随后贴出告示,澄清巨仙楼的掌柜并非姚莫晚,所以您以后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了。 冷冰心觉得,这个消息还是令人振奋的。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 姚莫晚看着账本上那几个可怜的数字,索性将其合上递给冷冰心。 冰心不明白。 冷冰心接过账本,狐疑地看向姚莫晚。 本圣女问你,叶君卿和楚莫北,他们相比,谁对姚莫晚了解得更深? 自然是叶君卿了。 如今叶君卿都把本圣女当作姚莫晚,你说楚莫北,他们就不会怀疑吗? 那告示只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把戏,他们是想本圣女放松警惕,然后暗中探查关于本圣女的一切。 哦,也难怪。 冰心,本圣女真的和姚莫晚那么像吗?就没有异经典的分别吗? 双生子也不过如此。 冷冰心抬眸看向姚莫晚,那眉眼,那神情,那一蹴眉的动作都似曾相识。 你觉得,本圣女有没有可能就是姚莫晚呢? 这是姚莫晚第二次有了这样的感觉。 冷冰心闻声微震,谋底闪过一抹迟疑。 见冷冰心如此,姚莫晚晚而一笑。 怎么可能呢,本圣女或许不是燕翅国的人,或许也不是什么圣女。 但有一样不是或许,那就是本圣女一定不是姚莫晚。 以斯库木的精明,起苍蓝的谨慎,他们实在没有理由让姚莫晚再活在这个世上。 姚莫晚摇了摇头,唇角抿过一丝苦涩。 或许吧。 冷冰心原本还有些希望,可听姚莫晚这样分析,他便死心了。 只是若说主子死了,他真是没办法相信。 那样睿智无双的女子,怎么可能说死就死了呢? 办了,不管我是谁,日子还是要过的。 姚莫晚轻虚了口气,转而离开了叶君庆的房间。 一夜无话,一日姚莫晚才梳洗好离开房间,便见刁刁依然候在了门前。 主子啊,您可是答应了刁刁的。 见姚莫晚出来,刁刁顿时上前,双手揽住姚莫晚的手臂,一脸的祈求,一脸的讨好。 就如彼时他讨好师父一样,这种死缠烂打的招式,他练得炉火纯青。 一夜没睡? 姚莫晚任由刁刁腻腻在自己身上,策谋时,尊明看到刁刁眼圈发暗。 呵呵,紧张。 刁刁一改往日,妖娆妩媚之态,转成小家碧玉之态,这让姚莫晚颇不适应。 嗯,吃罢了早饭,本掌柜便替你走一趟。 既然楚墨北肯发出告示,不管动机如何,他都该登门道谢的。 啊,还吃早饭呢。 且说姚莫晚走进吕府正厅时,楚墨北、韩锦仪和楚墨信皆坐在厅内,表情各不相同。 楚墨信的眼神,便似看到杀父仇人一般,满眼烹火。 欲将姚莫晚燃烧殆尽。 韩锦仪那双深邃的眸子,自姚莫晚进来开始,便从头到脚,打量无数遍,大又透过现象,看到本质的意思。 唯独楚墨北,那一身慵懒之姿,那一眼的悠然自得,薄唇勾起的弧度,邪魅得恰到好处。 多一分,则太过邪恶,减一分,又魅得不足,让姚莫晚觉得浑身都不舒服。 冰心,姚莫晚拼停走至正清中央,清幻后,便见冷冰心拖着三个木质的方盒走了进来,随后将三个盒子分别搁在桌子上。 这是什么呀? 啊,好疼。 楚墨信按耐不住地拿起木盒,铺杆手指一阵刺痛。 垂毛间,便见木盒的毛刺扎了一手。 诺大的巨仙楼,何至于连个像样的木盒都拿不出手。 楚墨被垂眸看向木盒,做工粗糙到,举世无双。 眼闭,圣掌柜什么意思? 有了楚墨信的前车之鉴,韩锦一指一挥手,便打开了木盒。 几位为婉儿消了灾,婉儿自然该意思意思的。 你就拿这东西意思我名啊。 理清情意中,婉儿这也算是大手笔了,三十万两燕币足够三位在巨仙楼吃上个一年半载的。 对姚沫婉来说,那些印得花花绿绿的燕币和白纸根本没有区别。 只要她想要,随时都能让燕翅国送来一打。 但若能以此请到楚墨北和韩锦一到巨仙楼用山,意义则完全不同。 且不说她们长相出众,只要坐在巨仙楼内,便能替她招来无数花吃。 凭她们的身份,亦能让巨仙楼声名在外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? 谁稀想在巨仙楼吃饭啊? 楚墨信对姚沫婉的敌意,自那晚宴席之后便有增无解。 在楚墨信眼里,这个世上只配姚沫婉长成这样。 除此之外,谁顶着这张脸,谁就罪该万死。 母亲,既是圣掌柜好意,本太子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英雄虽未归,却已传来消息,整个巨仙楼里的人,甚至是那个孩子,都仿佛从天而降。 直到有人第一次看到他们时,在楼兰良缘,其余一切未知。 如此神秘的身份,怎不令人怀疑。 既然太子殿下收下婉儿的薄礼,那婉儿就先告辞了。 巨仙楼随时恭候几位大驾。 目的已经达到,姚沫婉自是起身离开,却在行至门口时,转眸看向韩锦衣。 啊,对了,不知韩尊主可有时间与婉儿到巨仙楼小聚呢? 姚沫婉差点忘了刁刁的祈求。 呃。 韩锦衣犹犹豫了,若冲着眼前这位,她自是要去的,毕竟这张脸是她朝思暮想的,可只要想到另一张脸,韩锦衣便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在叫嚣。 去吧,难得圣掌柜盛情相邀。 楚沫被怂恿到,于是在百般犹豫纠结之后,韩锦衣与姚沫婉离开了旅府。 路上,韩锦衣几次打量姚沫婉,欲言又止。 婉儿看得出,韩尊主是在乎姚沫婉的,不过,婉儿冒昧问一句,姚沫婉的心里可有韩尊主的位置。 姚沫婉问得如此直白,令韩锦衣陷入一时的尴尬。 尊主犹豫便是没有,既然如此,尊主何致对姚沫婉如此伤心呢? 倒不如退一步,方剑海阔天空。 姚沫婉是想让韩锦衣莫辜负了眼前人。 雕雕的打扮虽似在枫叶场混迹了多年,但姚沫婉知道,雕雕的心不知要比幻罗纯净多少倍。 尤其在跟雕雕相处之后,姚沫婉不想看到雕雕受到伤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